开锅仪式现在开始 老板穿着这大棉袄 现在温度只有36度 也不是太高 漂亮 这叫大锅盖套着小锅盖 这叫棉裤里边套皮裤 就是这个感觉 里边还得放上这么多盘子 里边开锅以后 这孜然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全是鹰嘴豆和葡萄干的感觉 你看在上面 这就是蒸好了的是吧 米粒这个油亮油亮的 油光瓦亮 你看这小感觉 上面全不是豆子 豆子瓦边上一放 让白色的米饭露出来 吃到老板的刚出锅的第一盘 这是25块钱一份是吧 25块钱一份 要往底下找一找羊肉和胡萝卜 羊肉出来了 胡萝卜 一份里边几块是吧 6块 多一块少一块都不行是吧 对 都必须一样 所有人都一个标准 你看好来这样一份 有红萝卜 黄萝卜 6份 6块豆 一份 4块 5块 6块 哎呀好 上面再夹上这个鹰嘴豆和这个葛萄干 就这样一份 25块 每一个人就这样 好 来 谢谢 你们看 这就是新疆手抓饭 漂亮啊 抖音